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 我被大陆朋友的网友朋友批评了 说我有点太绝对了 什么把台湾人全部都那个什么了 虽然我心里也还是那么想的 但是我就先改一下吧 抽挖 抽挖总没事了吧 对不对 指的是那些脑残的塔律班 我觉得这个抽一下 这个应该是没什么政治不正确的了 好好来 这个务实抽挖工作者来 你想说什么 我觉得你今天你第一个这个话题我还蛮想聊的 我今天写我自己的那个那个什么的时候 我还想了好多这个台湾这个问题 就是你说你是说这个台湾的这个朋友集体不思考了 对吧 我说不是集体不思考了 是当 我首先我不否定台湾人民的智慧 因为在这样一个弹丸之地 对吧 能够创造这么富着的这个生活 这么富足的生活 这么多科技先进的这个产品 我从来没有否定台湾人民的勤劳和智慧 对吧 但是一旦碰到了有关中国的事情 台湾人就集体失智了 就放弃了一切他们过去经历过的所有的教育 常识 知识 历史什么 全都忘记了 只知道一件事情叫做愁中愁 愁中反共 就只记得这一个事情 所以说台湾人不是不思考 是没有 就是怎么讲 不是不思考 是不会思考 那不是一样吗 或者假如说不能没有办法思考 为什么讲没有办法思考 无法思考 无法思考 无法思考什么 就是我们知道当人啊 当一个人他极度的无助 极度的恐惧 极度的歇斯底里的这种无力的时候 他会把他的恐惧变成愤怒 就比如说一个人要打他了干嘛 你本来害怕的不行 到最后你打死我吧 你打死我吧 就变成这种态度 这种情绪了 这就是台湾人对中国大陆的这个情绪 为什么 因为他不知道让中国大陆怎么办 台湾人期待中国大陆 首先他这两天不是七方媒体集中都在说中国大陆在崩溃吗 我看了一下这个纽约时报啊 纽约时报的首页上面 十几篇文章全部都是讲中国大陆崩溃的 就光首页一页啊 那就这几天集中在讲这问题 当然就从这近十年来没有停止过讲大陆崩溃的就是台湾嘛 台湾的普通区里面大陆马桶堵都会导致大陆崩溃嘛 那台湾人 我真的是 我理解美国人和欧洲人 甚至日本人 韩国人希望中国大陆崩溃 但是我真的不理解台湾人为什么希望中国大陆崩溃 因为中国大陆崩溃的话 台湾每年从大陆赚1500多亿美金的贸易顺差 如果中国大陆崩溃了 你这1500多亿赚谁的 日本会给你吗 美国会给你吗 新南向 你是觉得这个这个马来西亚呀 还是菲律宾趁着1500多亿啊 嗯 美金啊 对吧 那没有这1500多亿 台湾的贸易逆差是600多亿美金 每年 嗯 逆差 就要亏 往外亏600多亿 对 那你没有这个钱 你每年亏600多亿 就相当 你我就把一个一个就叫国家了 就把台湾当成一家公司 对吧 其实我们每一个国家都是一个公司嘛 对吧 也可以这么理解 我每年亏钱的 我这国家机器 我这个政府怎么正常运作 嗯 靠举债运作 你不是美国呀 嗯 美国印钱就是钱 它的职能就是印钱 所以它可以举债 你其他国家没有这个能力啊 嗯 对吧 所以 那我就不懂台湾人为什么天天盼着中国大陆崩溃 美国把中国搞崩溃了 它可以去分一杯羹啊 它可以去像说就这个吞并乌克兰资产 去吞并中国大陆资产啊 对 你觉得轮得到台湾吗 日本 韩国 后面欧洲这么多国家排着呢 能轮到台湾 嗯 对吧 也轮不到你 你气盘我崩溃干嘛 你也得不到啥好处 嗯 但是台湾又不会 绝对也不会希望中国大陆富强发展呢 为什么 你富强你发展你厉害了 你回头用他们来梧桐我 嗯 对吧 肯定也不希望它发展 对吧 那所以说 你就台湾没办法 我不知道我怎么思考 你让台湾人怎么思考 嗯 第二点 民主方面 台湾今天批腾大陆不民主 独裁 专政 对吧 对 对吧 那好 那台湾人真的希望中国大陆民主吗 我告诉你 今天如果中国大陆民主的话 我是不希望了 对 你长脑子嘛 你不希望 中国大陆如果今天是民主的话 难道没有民粹吗 嗯 今天如果选举的话 谁想讲 你选我 我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吴总台湾 他绝对当选 你赖清德知识率还高 你信不信 嗯 对吧 那所以说呢 台湾一边批评中国大陆独裁 一边又真的说实话 心里又不想让中国大陆去民主 你叫台湾人怎么思考 嗯 那好了 那台湾这么小的一个地方 你让它去发展出来的综合实力 强过900多万批方公里的这个中国大陆这么大的一个地区和国家 你觉得是现实吗 不可能 很难 不可能 所以说台湾人就怎么样 我打又打不赢 对不对 然后我能做出什么改变吗 我做出不了任何改变呢 嗯 而且我期盼的改变 我 你想我对这个东西 我又不能期盼它好 我又不能期盼它坏 我又不能抗拒他对我的任何这个 你让台湾人怎么思考 他没有办法思考 嗯 所以就导致台湾人这么多高智商 这么多台湾人是经过非常非常精英的教育的精英群体 对吧 这么高智商 这么高的智慧 一旦碰上中国的任何事情 他就变得失智了 不会思考了 因为他没有能力思考 嗯 所以说就是我们无论是哪一国人 我们怎么样 我们是没有办法跳出我们所所处这个环境的 你的环境由 你的环境决定了什么 决定了你的环境 你的国家决定了你的实力 决定了你在这个物境天德这个世界上 你所能做能想的事情 台湾没有任何办法 我今天在那个 前两天不是很多朋友去加到我的那个抖音吗 然后让我去看一些这个社图日记和陈老师他们的那个视频 之前我虽然也看过 但是我一看就是那种就纯是为了辱花 为了骂中国而骂中国的视频 我没有仔细去看 我这两天真的仔细看了很多条 我相信很多大陆的朋友跟我一样 我们在看的第一瞬间都是愤怒的 很正常 但是当我看了很多的时候 我发现我很同情很可怜这帮人 而且杰克那天 我发现你真的好弱 杰克 你不行 你看你的这个视频 每个播放量也就两三万 三五万 顶多有个别 你看人家播放量 三十万 七十万 六十万 一大堆 对不对 是啊 对吧 人家好厉害 真牛逼 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讲的事情那么离谱 还这么多人呢 因为他们建立了一个非常非常稳固的同温层 没有 因为在墙外骂中国比较容易出来了 那个市场比较大 我走的是小市场 是啊 就是如果说 就像什么 就像那些诈骗团为什么发生说 我是秦始皇 不是 我是乾隆皇帝 我还活着 我有五千亿的遗产 你只要给我打五千块 我到时候给你分钱 他为什么打这么离谱的信息 还有人上当受骗 他就是要锁定的那群最傻的人嘛 我试着在那个社图日记里面留了一句言 我就说 就是那个叫巴炯他说 希望就是一双中国中国人看到他的这个视频 能放弃武统台湾的希望 我就留 我说 你们不会认为中国大陆人看到了巴炯的这种视频 会不想武统吧 我就留这么一句言 哇 下面一大堆骂我的 他们不是跟我理性的讨论 就骂我什么 你就配吃这个地沟油 喝毒酸奶之类的 就完全是这种情绪和语言的这种辱骂 没有什么理性的讨论或怎么样的 对啊 对啊 就是他们已经形成了那一个圈子 在他们那个圈子里面 就是他们很嗨 他们很爽 我为什么可怜他们呀 就是他们其实不就是大部分 我讲大部分 里面可能有个别是反华的 或者中国大陆跑出去的人 或者是其他的就是国家的华人 就是他们就是跟我刚才说的台湾 就是那些台湾人一样 就我没有办法 我的极端的恐惧 无助 无力感 让我最终变成了愤怒和仇恨 那所以说就像什么 就像一个又丑又穷又胖 然后生殖西又短小又性无能的一个死肥宅 他每天只能靠蹲在角落的一样的角落里面 打飞机来找一点自己的身体上和炉枪上的高潮 他没有办法做其他的事情 这个死肥宅这种形象就是 社徒啊 包括成了他们那群人 那个区域里的那个环境里 这些人的集体的一个形象 就这样 他们骂的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吗 说白了他们骂大陆崩溃 骂了这么多年崩溃了吗 也没有 对吧 对实质改变有什么实质性改变吗 也没有 那只是自己筛嘛 对吧 所以说我觉得 我最后说一点 杰克最后一部分 就是说 台湾有超过八百一至七万 最少最少八百一至七万的人 他们不是想搞台独这么简单的 他们是想让对岸的这九百六十多万 平方公里毁灭和这十四万人死光 十四亿的 十四亿人死光 他们是这个想法 不是简单的台独 他们真的不是想到 他们对这种 因为恐惧而带来的仇恨 是完全完全种族灭绝这种级别的 所以说我说 我觉得今天两岸的关系 不光是统一或者是民族方面的 不光是地缘政治方面的 而是真的存在有这么一千 最少有一千多万的人 是内心深处 期望对面这十四多亿人 以及土地完全毁灭掉的 这是他们内心渴望的一个 一个极端的最终的一个诉求 所以说今天 无论大陆是谁 什么政党 无论大陆是什么政体 在统治的话 或者认不认同台湾 现在是中国的一部分 或者民族的认同或者同胞 你这个现象和这一群人 是绝对不允许存在的 就作为大陆来讲的话 是绝对不允许存在的 而且是绝对要肉体上清除的 OK 这种清除方式 你可以用腿 比如说你要不喜欢 你就走嘛 对吧 台湾说你就走掉嘛 你爱去哪去哪 这个地方我拿回来了 经过几年之后 我的教育重新的教育 重新的引导 对吧 慢慢会回来的 你走掉了 你发现当你离开了这边土地之后 你的影响力其实就没有了 所以说 很多大陆人就觉得 对台湾抱有幻想 我并不是说 就是一定要怎么怎么样 而是指的是 就现在的这个情况和现实 我觉得分析出来的结果 就是这个样子 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可以合同或者是和平 不是那么简单 这是种族之间的这种 仇恨已经到了这个层次了 没有办法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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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谢谢你啊 熊哥 谢谢你的分享 OK 拜拜 拜拜 好 来我谢谢YG董 谢谢小开宝 台湾人多投给 不会把台湾卖掉的人 这就是西方选举 黑风 台湾只希望大陆成为印度那样的民族 好 来下一位 好 我接下来会之前 现在线上网友 帮我按赞 订阅按赞 然后呢 那个我的直播影片完整版会放在我的会员专区 欢迎大家加入我频道会员 然后我现在频道会员我开了一个新的等级 白金会员的等级 大家加入我这个白金会员呢 我不定期的都会推出私房影片 私房影片 而且加入我排金会员呢 都可以申请加入我的Discord群组 那加入Discord群组就可以成为Discord群组里面的高级会员 高级会员有什么优惠呢 你们加入就知道了 那至于什么是私房影片呢 你们加入就知道了 欢迎大家加入我的白金会员 OK 好 来 下一位 by bwd6